大家好 这两天啊 苏宁伊克收购的加勒福啊 出现了缺货风波 而现在很多地方啊 也出现了关店现象 苏宁电器的创始人啊 张晋东的儿子张康阳啊 也出了问题 据意大利的媒体啊 叫做卡菲夫内斯啊 他报道 这呢 因为没有偿还 中国建设银行啊 超过三亿美元的欠款啊 那建设银行呢 将在意大利美国中国香港啊 继续起诉这个张康阳 与此同时啊 跟苏宁比肩的另外一家知名的零售企业啊 国美也出现了大问题 创始人黄光玉啊 对国美电器呢 不再构成间接控制关系了 在内地共关联的19家企业当中啊 15家已经出销了 同时呢 因为金融借款的合同纠纷啊 被冻结了4526万元的财产 这一连串的大麻烦出现以后啊 很多专家跟知名企业家呢 就出来啊分析 说呢 其实啊 这两家公司呢 如果保持原来的啊 以线下经营为主的营销模式啊 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了 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营销模式啊 有毒 那会让企业啊 陷入到无底洞当中啊 爬不出来 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啊 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啊 任何一种营销模式 都有经营好的企业和经营差的企业 如果说一种经营模式啊 就超过半数以上的企业啊 在营销的过程当中呢 都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那就证明啊 这种营销模式呢 就不是所谓的有毒的营销模式 所以说啊 企业此时呢 还是要在管理上啊 进行反思和变革 对于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营销模式啊 很多企业呢 都做了很好的尝试 比如说啊 京东呢 开了很多线下的实体店 那淘宝呢 在很多农村地区啊 也开了很多线下的淘宝店 而像阿迪达斯啊 苹果啊 这些传统的企业啊 都有自己的线上指引业务 甚至啊 像一些银行 比如说啊 建行啊 优处等等 也有自己的线上购物平台 那这些企业呢 都进行的红红火火的啊 所以说 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营销模式 一定是企业发展的一个趋势 当然啊 我们也理解啊 很多企业呢 原本就是开线下经营店提加的啊 所以在进行线上营销的时候呢 一定是特别费力的 无论是融资模式啊 管理模式啊 营销模式啊 都要进行很大的转型 但是很多企业的领导的高层啊 其实呢 一直没有准备过来啊 还是按照线下经营实体店的方式呢 来进行管理 这样的话呢 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而那些 以线上营销起家的企业啊 在管理线下实体店的时候啊 当然也会遇到很多的难题 但是呢 麻烦啊 就相对的少一些 因为啊 这些企业在线上营销的过程当中啊 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融资渠道 物流 配送啊 等诸多的瓶颈问题